這一個常態是很容易插槍走火 吹牛的那些啦 美國說自由航行嘛 吳釗燮說尖如磐石嘛 現在遭到 你的自由航行跟尖如磐石遭到啦 是戰狼嗎 以前講靠中跑來都是在XXX 危機真的來了 那看你有沒有穿褲子啦 必要不要用這XXXX 中美有時候有一些默契 不是我們知道的啦 那你台灣會不會因為這樣被XXXX 台灣就是 從來沒有拒絕過美國嘛 嚇到 沒有必要的發問 所以軍事行動的內容不是只有軍事行動 他也不用封鎖這個詞啦 因為這樣就是直接的軍事行動 他說管制進出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有實彈射擊 對 那這個當然 坦白說啦1996年那一次 如果不是李登輝 對 透過那個劉連坤啦 後來劉連坤後來被槍斃了 不是嘛 就是中共那個軍官啦 得到一些內部的情報對不對 對 說那個是空包彈 對 表示那時候他不是玩真的 不然那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緊張啊 因為那次台灣第一次總統民選嘛 對 然後他又是Cornel回來 對 所以你不知道老公會怎麼處理嘛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大家非常緊張 那據我瞭解 那個時候老公也沒有要玩真的啦 就是後來他用空包彈 那因為美國航母就立刻過來了嘛 所以就穩住了局面 那這一次我覺得他沒有要打啦 他現在就是那個 軍事的態勢升級 然後要創造一個新常態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這種局面 你沒有辦法 就是透過一定的壓力 逼他回到原點啊 那以後 只要一緊張 他就是從這裡開始 你知道嗎 我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嘛 下次一定是比這個更多 所以我說他會變成新常態嘛 那他一旦變成新常態以後就很麻煩 因為這個常態是很容易他這樣走火 但是我們現在的台灣 如果都不作為的話 那就也代表我們就接受這個新常態啦 也不叫接受 叫 忍受 國版上說無可奈何啦 之類的 可是這沒有辦法去做 政府沒有辦法去跟國際發聲 或什麼之類的嘛 現在其實最怕的應該是擔心國際 認為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變成說中國可以隨時封鎖 台灣的領海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等同間接去認同的 他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件事情 現在就是 我覺得 就是怕出事 所以就 一開始 現在的基調就是沒有必要 你知道嗎 然後對方即使開火 我不立即反擊 你這個 也怕升高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邊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是我們 打第一槍啦 就第一集不是我們幹的啦 就要有那種feel啦 那這個feel就是 讓這個狀態 就繼續下去嘛 因為並沒有一個力量 逼他往後退嘛 對 可是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的話 就像剛明宗說的 那我們就是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人家在外界任務 對 因為上次就是因為有一個 強有力的外力介入 這個叫美國嘛 現在美國跑了 所以大家等於對他也在做壓力測試嘛 看你 我覺得這個就是底線測試 就是你這個時候 以前那個吹牛的那些啦 美國說自由航行嘛 吳釗燮說 尖如磐石嘛 現在招一招 你的自由航行 跟尖如磐石招一招啦 對不對 我們吳釗燮 佩洛西這一次來 一個多禮拜沒講話 他不是戰狼嗎 這不是一個他很該秀的舞台嗎 所以一定是 小英跟他講說 這要非常小心啦 收斂一點 是嘛 是嘛 可是人家就會 立刻連結到說 真正發生事情了 危機真的來了 那個時候所謂的 尖如磐石 自由航行都不去了 更不要說抗中保台 都不去了 我跟另外要請教亮哥 所以這裡就推論出 原來你以前講抗中保台 都是在騙選票 都是假啊 對啊 就是會來騙選票 把自己吹得很高嘛 真正發生事情都沒半補啊 不就這樣嗎 所以我就說 以前你會說 國民黨啦 民眾黨這都沒後的啦 都不夠抗中保台 結果你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秀給我看啊 所以這個坦白說啦 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有一點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 在比法大聲的嘛 這個是危機真的來了 看你有沒有穿褲子 我正在你家門口擺陣了 你怎麼樣 結果你怎樣 所以這真的是有點 用看貓卡手啦 看貓卡手就說 不要用這個來騙譬了啦 他就是在操作王國感啊 對啊 是啦 王國感 我會有所動 我有所作為啊 就是不要有作為才有王國感 中美都套招了啦 台灣隨時就 你中美套招怎麼可以套招到把雷根浩開走 老啊咧 因為你的意思就是說都說好了啦 所以佩洛西走了 雷根浩就走了 那你要怎麼樣 然後你就來軍演了嘛 我爭一屆逼一隻眼 反正三天之後 你自己也散了嘛 我們都沒有發言權 對啊 你不覺得嗎 可是實際國際現實 台灣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沒錯 什麼發言權 我知道啦 可是就是說如果這樣子 那就是中美有時候有一些默契 不是我們知道的啦 那你這樣 你如果往後推 那是不是有到哪一個點上 對 那你台灣會不會因為這樣被出賣 當然你可以有這樣的懷疑嘛 我有這樣子擔心啦 是嘛 是嘛 那亮哥不會有這樣擔心嗎 會啊 很擔心 如果這件事情都是講好的啦 那當然你就會有這種擔心嘛 一段啦 就是上個月20號 佩洛西就 透過我們的駐外代表表達他要來台灣 那蕭美琴當然很謹慎嘛 他會去問美國國務院的意見 對不對 那他得到的看法一定就是說 他們不贊成嘛 可是他們不會把話講到說 你們台灣不要讓他去 國務院不可能講話講到這樣 他頂多只是講說我們不贊成他去了 嗯 那 那蕭美琴當然就稍微頂多一點 嗯 這個很記手 國務院跟白宮不說好啊 我們很想要他來但是國務院不贊成 那可能他就 有幾天沒回應啦 嗯 那沒回應 所以佩洛西第二通電話就來了啦 啊 你們是不讓我去 對啊 這也是兩邊那個壓力 你懂我意思 所以 佩洛西他講話很直嘛 所以才會傳出說好像台灣有一度 要撤回邀請 事實上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面對兩邊不同意見 對 行政跟這個地方 或者有點 不知道要怎麼 結果佩洛西就來吹了 啊我要去台灣啊到底可不可以這樣 那那最 那最後可以的 最後當然就還是打電話來回來問我們的判斷 那我們台灣就是 沒有拒絕過美國嘛 就來吧 後來還是同意的嘛 那後來就 啊你既然同意了嘛 所以這個就成為決策了嘛 AIT就要幫忙 幫幫幫幫幫幫忙 所以 極美人權援區那三個人就是AIT去邀的 嗯嗯嗯 因為佩洛西要求 不是要台灣的白色恐怖的瘦爛犯 他要中國大陸的瘦爛犯 所以找三個人都是在大陸出事的 他其實要彰顯自己 這個反中反共的那個 因為他的起點就是1991年2月拉不條 拉不條的 就是8、9、4、8、9民運嘛 起點是這樣 然後現在人家講畢業旅行 我也要有一個前後呼應的感覺 但是在國內的政局 當然民進黨這邊很謹慎 剛才那個亮哥有講到說在外交判斷 因為畢竟在美國的行政權這邊 國務院已經建議說不要了嘛 但是裴洛西來訪的意見 美國的行...你要把話講精準一點 他沒有建議台灣不要 因為你這個如果被老奶奶知道 他會被修理 他不敢這樣 他只是表達他的意見說 這不是我們的決策 是這樣而已 然後就說這個裴洛西要去那不是我們決策 對因為你看後來那個白宮的國安發言人 柯比出來 記者就問他嘛 記者問得很白啊 美國記者很尖銳的 所以你還說你跟佩洛西沒關係 那個軍機就是美國行政單位派的啊 所以柯比他就說 我要跟你講精準一點 那是他的決策 我們是行政配合 就是這意思啊 就我們不干涉他 那他要去 那他就去吧 這樣子 我們行政上就必須做到嘛 就是這樣 那不是我們主動去叫裴洛西去 對對對 所以美國也不可能跟台灣講說 你不要答應 不可能啊 因為這個是屬於決策面嘛 我跟你講啊 據我了解啦 昨天那個記者會啊 我覺得我們中央社問那個問題 真的會很容易引起誤會 因為他有指定媒體發問嘛 對啊 結果只有中央社可以問 結果我們中央社問了兩個題目 那實際上是高度政治敏感 結果他竟然去問這種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以後是不是還會有其他的美國政要來啊 他說高層啊 比佩洛西高的就只有兩個 政府總統啊 結果佩洛西說希望會有這樣啊 第二個更敏感 他說我們蔡英文總統有沒有機會去美國國會演講 哇塞 結果佩洛西說希望有機會 不然他也不可能當下講說 我知道 可是因為你是中央社問的嘛 你如果是聯合報問的 或者是民眾資深問的 這個大概就是你們的意見 你是中央社問的 人家就會想說 你們是不是真的想要 提出一個邀請跟提出一個請求了 或者說推動這兩件事啦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我昨天就在觀察 佩洛西後來去那個 景美人權園區啊 這個照理講是他的主秀嘛 對 因為那三個都是他要的來賓嘛 對 為什麼沒有開記者會 對啊對啊就感覺起來 那不是你的主場嗎 應該是要開記者會 對不對 合理講應該是要開記者會 我在想是不是 他11點那個記者會已經讓美國嚇到了 說這個有一點 說我看你不要繼續亂講話了 因為這個真的會引起誤解啦 就是說你是不是後面還有 因為你本來可以把它解讀成說 這個就是佩洛西老奶奶的畢業典禮啦 沒有後續啦 沒有後續啦 不要忘記了啦 結果早上記者會中央社問一種問題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沒有必要的發問 哇這個亮哥果然從那個小細節裡面看到 看到這個點欸 這個的確 如果說本來說是畢業典禮就沒有 這是開端的連續劇說後面還有 就是只是一次性的 以後沒有了啦 喔這個 如果是這個踩到底線的話 所以才可能讓下午這個可能 本來那個人權園區要找了三個他指定的人來 那應該要 應該要記者會啊 他再吹一下 當年他多勇敢啊不是嗎 然後說他永遠支持民主啊不是嗎 來個大宣傳 對啊應該 這個是他的主場欸 根本沒有記者會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好 谢谢大家